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个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黑米 因为说了白发变黑那里用黑米煮粥 所以很多人都有兴趣关于这个食疗想知多点 现在跟大家详细讲多点 黑色的米我们叫做黑米 因为它颜色是黑 其实是一种叫黑梗米 因为颜色黑所以叫乌米 共米黑珍珠 是一个很有保健功效的一种珍贵度米 它的营养很丰富 有蛋白质 脂肪 氨基酸 维他命B E 和花青素 还有 矿物质 丐 铃铃铁身 营养价值高于普通的度米 所以价钱也贵一点 它很明显能够提升人的 红细胞 和 血红蛋白的含量 有利于心血管系统的保健 同时 对儿童骨骼和大脑的发液也有帮助 还可以触进产妇 或者你病后体虚的人的康复 所以是一种理想的营养保健食品 根据中医来说 黑米就是有滋阴保神 益气强身 健脾开胃 保肝明目 和养精的功效 所以可以治疗贫血 头昏 白发 这个就是我介绍的 白发转黑的食疗里面 就用这个黑米 还有你看东西看得不清楚 特别是 抗衰老 大家都想的嘛 防病强身 是一个很好的 滋保的用品 所以时时食用这个黑米 特别是对慢性的病人 康复期间的病人 和幼儿都有很好的滋保作用 但是可惜的 它是比较难消化 所以 它是要 预先浸一晚 各隔夜再煮 那就是容易煮得软 但是对于消化能力比较弱的 幼儿或者老弱的病人 都不适宜食用 但是可以把它来煮水 你喝的水 亦有帮助 如果要把黑米 当成一个主粮 好像吃白饭 这样 你不能全部用黑米的 最好就是用白米和它 互相配搭 你先把黑米浸过一夜之后 然后洗净白米和它一起煮 加多一点水 就可以煮成一个 白米和黑米的双饰饭 如果你说煮粥 就放多一点水 也是浸过夜 那就容易 软一点 有些人还将它 包肿和做白饱饭 买黑米的时候 最好注意一下 因为有时会有杂质 有虫 这些就不要买了 要它大小均匀 你可以拿它来闻一闻 如果它有其他意味 那就不要了 但是要慎防它会不会是浸了水的 变成黑米呢 你可以用手刮刮一粒 试试 它皮如果脱了 里面是白色的 那它就真是真正正的黑米 否则是浸水的 不过就算是真是黑米 你回来洗的时候浸的时候 它的水都会是浅的 紫色或者是紫红色 这些是正常 但是如果浸了水是黑色 那就是假的黑米 至于 怎样分辨的 我有个视频 你在下面再看看 怎样是真的黑米 黑芝麻 黑色的食品 是不是染色的 你再看看就清楚了 同时黑米 你不需要放冰箱 放在一个通风阴凉的地方 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腸胃好的 这个黑米也是一个好介绍 但你是比较腸胃弱的 那你就要小吃了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收听 感谢观看